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loris是一个新的灯光渲染以及layout系统 它的本质是为了创建和编辑USD文件 那么说到USD文件呢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对它有所了解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花几分钟对USD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儿有一个很简单的草图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例子来说明USD文件的一些基本概念 USD是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的简称 是一种场景描述文件 由皮克斯工作室研究和开发长达十几年时间了 简单来说呢 USD是为合作而生的 它允许多个部门协同工作 但是呢又不会影响彼此的工作内容 举个例子 在这幅图里假设我们有一个关于树的镜头需要完成 然后有几个不同的部门呢一起协作 在这里我们的特效部门拿到了这个树的资产 也就是一个USD文件 然后要进行下一步的动态模拟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USD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非破坏性的工作流程 简单来说呢 我们不能删除USD文件里面的任何内容 特效部门在拿到这个资产后呢 它不能删除这个资产的任何一个部分 包括材质灯光什么的 然后假设特效部门想用风来模拟这棵树的动态 那么其实树的模型呢 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些点的信息的集合 而模拟风来吹弯这棵树 模拟它的动态呢 实际上就是去修改这些点的信息 所以呢 这会涉及到第二个USD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layers 层 USD是以层的叠加为基本的工作方式的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在用Photoshop来加工一张图片的时候呢 那么图片其实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层 而最终的图片呢 实际上是若干层互相叠加的结果 USD将这个过程应用到3D当中 也就是说不仅点的信息可以被叠加 其他一些自定义的属性也可以被叠加和多层的修改 所以在这里呢 特效部门模拟的树的动态呢 实际上是一层新的数据 而将其 然后之后呢 将其覆盖在原有的层上 也就是覆盖在静态的树上面 那么最终结果呢 在USD里被称之为stage 一个stage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层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层 最顶层的就是模拟过的树的点 也最终结果呢 也就是模拟过的树的动态 以上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关于USD流程的介绍 像是其他部门 像是灯光啊 动画啊 等等部门都是一样的概念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开始介绍Solaris 在这里呢 我将演示三个不同的例子 第一个是准备资产 第二个是创建Variants 还有互动式的编辑Physical Editing 首先呢 是准备资产 这张图里呢 左边是我想准备的资产 是一张981 一个OBJ文件 右边呢 是我即将要创建的几点网络 但是我会一步步的来演示它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是导入我们所需要的OBJ文件到胡迪尼 我们可以用一个Geometry节点 然后File节点来指向我们需要的OBJ文件 它是一个981 然后我们已经成功导入了这个文件 并且有UV信息 接下来呢 我们切换到 我们可以加一个None节点 来准备输出这个OBJ文件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Stage模块 这就是Solaris 然后我们将Layout 从Build切换到Solaris 我想先介绍一些 在Solaris中比较重要的工具 第一个是左上角的Singraph Tree面板 它会帮助你去检查 当前USD文件的结构是怎样的 还有一些重要的属性 比如说Primitive Type Variance和Draw Mode 还有一些试图控制的选项 像是激活禁用 以及单独显示等等 在下面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Singraph Details面板 它就像是一个Solaris版本的 Geometry Spreadsheet 它会显示很多细节性的信息 第三个是Singraph Layers面板 它会帮助你去查看 当前有多少层 有没有Layer Stacking发生 或者是关于一些储存方面的设定等等 那么第一个我想使用的节点呢 是Sub Import Lob 这个节点呢 可以用于导入一些Sub级别下面的东西到Solaris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节点 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 比如说Sing Import Lob 这个节点呢 会一次性的导入Sub级别下的所有东西 但是在这里呢 我想使用这个Sub Import 因为它在导入一些小型资产时 有一些更细致的设定 我们可以直接指向刚刚创建好的OBJ文件 然后我们就导入了这个椅子 然后第一个我想使用的选项呢 是Load as Reference 这个选项实际上 允许你以Payload的形式导入我们的资产 Payload是另外一个USD的概念 就是说允许你导入这个资产 但不需要将其真正的载入内存 是一种更为高效的导入资产的方式 如果我们看到Singraph Tree这里的 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已经创建了两个Primitive 第一个叫做Sub Import One 它的名字和我们创建的节点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Mesh Zero 如果我们选中Mesh Zero 然后看看下面的Sing Graph Detail面板 那么这个Mesh Zero会携带一些非常细节的属性 比如说点的位置信息 发现信息以及UV等等 那么Mesh Zero实际上代表的就是这个Geometry的本体 而Sub Import One 实际上就类似于像是一个组级别的Primitive 那么第二个我想改的选项叫做Primitive Path 这个实际上是关于你如何安排当前USD文件的层级 我想将其安排在一个叫做Bars To V1的组下面 而我们的Geometry 我们早就知道这里会有一个Mesh Zero自动产生 所以我想将它放在另一个叫做Geometry的组下面 完成之后看到左边这里 我们实际上就有了Bars To V1的Group Primitive 在里面有一个叫做Geometry的Group Primitive 而我们真正的模型在这个Geometry组里面 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作为一个资产来讲 理想情况下它也许会包含一个Geometry Group 并且还将会包含一个材质组 一个Material Group 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我想讲一下 就是在Geometry Handling下面呢 有一个选项叫Treat Polygons as Subdivision Surfaces 如果你选中它呢就能够在渲染时添加细分 如果你想在Viewport里直接看到更高质量的结果呢 可以用D键来打开菜单 然后在Geometry页面下有这个Tessellation 提高这个Level of Detail级别 如果刷新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Viewport里 它直接会呈现这种细分后的效果 这是关于Subimport的部分 那下一步呢是赋予材质 我将会使用这个Material Library Lab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节点呢会让你在它的里面创建不同的材质 就像是常规的Houdini的材质部分一样 这里我直接复制一个我之前创建好的材质 这个Bars to Original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Principal shader 我只是连接了一些不同的材质贴图 以及微调了一下参数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当我们完成材质创建后 在Slaris级别下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在这里注册一下 我们刚刚创建好的材质 所以在MaterialWarp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指向刚刚创建好的这个材质 Bars to Original 而Material Path呢 就像是前面的Primitive Path一样 是一个关于如何组织当前USD文件结构的选项 所以这里呢 我想用一个组叫做Materials 然后在它的里面呢 创建一个材质叫Bars to Original 完成之后呢 在左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组叫做Material 然后在里边呢 有一个我们刚刚创建好的材质 Bars to Original 并且还有一些自动生成的Shaders 在这个Material里面 但是现在我们不用去管它 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的Syn Graph 一个是我们的模型资产 另一个是材质信息 下一步呢 我想将右边的材质部分的Syn Graph Reference到左边的资产部分的Syn Graph里边 那么可以使用Reference Lab 然后将资产信息呢 作为第一个Import连接到Reference 而材质信息作为第二个Input 默认情况下呢 Reference Lab允许你浏览硬盘上的USD文件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另外一个选项 也就是Reference from Multi Input 也就是从Input 2来导入我们想要的Syn Graph 如果我们看一下Syn Graph Panel这里呢 其实已经有两样东西了 一个是我们先前创建好的Bars to V1 Primitive 另外一个是Reference 1 这个名字不同是因为我们这个Reference 1 Reference还需要设置 我想稍微改一下这个Syn Graph 可以将我们的材质信息 放在Bars to V1的组下面 但是创建一个新的组 叫Material 完成之后呢 可以看到 我们有两个组了 Geometry和Material 并且我们刚刚创建好的材质 在Material里面 也许你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Warning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还需要储存这一部分的材质信息 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不同的部门呢 产生的数据呢 是产生新的数据 当你将这一层新的数据带回来时 尤其是在使用这个Reference Lab的第二个Input 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创建了新的Layer 所以你需要去储存一下这一层数据 否则的话 这些数据在你导出USD文件的时候 会随机的储存在你的内存里 所以我们可以用Configure Layer Lab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选项叫做Save Path 就是指定一个位置 来储存当前Layer的信息 那么我把它储存在和资产相同的目录里 因为我之前已经做过了 就是把这层数据存在一个 单独储存为一个USD文件 那么先前的Warning就不见了 下一步呢 是真正的赋予材质 因为之前的几步 其实都没有完成这件事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Assign Material Lab 来做 那么这个节点呢 可以去让你选择目标的Primitive 以及你想使用的材质信息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已经 我们可以直接拖拽 想要的 想要赋予的Primitive 然后和想要使用的材质信息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材质就已经被赋予了 为了检查这部分信息呢 我们可以选中Geometry Group 然后在下面的Sign Graph Detail面板里 可以找到这样一条新的信息 叫做Material Binding 如果打开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里面的信息呢 直接指向我们想要的Material Path 如果在同样的位置 但是之前的节点呢 来检查这个信息呢 其实并没有这条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成功地赋予了材质 那么这就是一个资产 在Solaris里面的一个基本形式 但是这里呢 我还想再多说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点击Sign Graph面板 右边的这个选项呢 里面有一个新的 叫做Kind Attribute 如果打开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Barstool V1呢 实际上是一个 Group 类型的Primitive 然后Geometry 是一个 Component 类型的Primitive 如果我打开帮助文档 然后搜索 USD 然后在这个Labs and USD Glossary里面呢 如果我们搜索Assembly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Kind Attribute呢 有四种不同的值 Assembly Group Component 和Sub Component 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 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在做一个厨房的项目的时候呢 从概念上来讲 厨房就是这个项目里最大的组 所以我们可以将厨房 Kitchen定义为Assembly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餐桌 在这个厨房里 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Group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更小的组 比如说有一些椅子 在餐桌周围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些组 设置为Component Primitive 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些更小的概念 比如说在座椅上 在椅子上有一些坐垫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将那些类型的物品 设置为Sub Component 所以Kind Attribute呢 就是帮助你合理的管理 你的Stage的一个方式 并且呢 它还会影响到这里的Jour Mode Jour Mode就是在Viewport里 显示当前Primitive的方式 而Kind Attribute将会影响这个模式 举个例子说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为Group类型和Component类型的Primitive 设置Jour Mode 但是我们不能为Mesh Zero设置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Mesh Zero的Kind类型不存在 是一个None 为了进一步说明呢 我会尝试修改一下这个Kind类型 可以用这个ConfigurePrimitiveLab 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将80度V1的Kind 改为None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Jour Mode的选项都不可用了 都消失了 如果说改为Sub Component还是不可用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Sub Component的Primitive下面呢 包含了一个Component的Primitive 从逻辑上来讲呢 其实就相反了 如果我们将其换成一个更大一些的概念 比如说Assembly 那么可以看到所有选项又能用了 Group也是能用的 所以这就是关于Kind Attribute 那么我想讲的下一部分呢 叫做Set Variance Variance是另一个USD文件很强大的功能 它能够让你在同一资产的不同状态之间轻易的切换 或者是彻底切换到另外一个资产 一个完全不同的SyncGraph里面去 这里有一个例子 在图中呢 在上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张98椅 我有三个不同的Shading Variance 还有一个不同的Modeling Variance 也就是说 可以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资产去 那么下面这张餐桌椅呢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Shading Variance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怎么具体去设置它 为了创建新的Shading Variance呢 我还需要两个新的材质 我直接从我之前做好的部分复制粘贴过来 这两个都是Principled Shader 只有材质贴图不同 那当我们创建了新的Material之后呢 就像之前一样 仍然需要在这里更新我们的材质信息 我们可以用这个AutoFill Material按钮 它能为我们自动去填充这些我们需要的信息 点击一下之后看到左边呢 就发觉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的材质了 而我们已经使用了其中的一个了 我将其重命名为Original 那同样的事情呢 还需要再做两次来赋予新的材质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直接拖拽这个Barstool Scratched 到右边的Material Path里面 然后重命名为Scratched 第三个呢也是一样的 拖拽这个Warn 然后将重命名为Warn 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材质 所以现在呢就是三个不同版本的材质了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将其设置为Shading Variants 可以用这个Add Variants to New Primitive 其实这就是一个Add Variant Lab 那么我们直接将创建好的材质全部连接到第二个Input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里的层级关系 因为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Add Variant 1 Primitive产生了 但是我不想要这个 所以在这里呢我将Primitive Path设置为Barstool V1 但是我也想让Variant信息出现在 与Barstool V1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将Variant Primitive也设置为同样的内容 并且我们还可以更改Variant Set Name 这个名字是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你可以根据情况来修改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Variant这一栏里就有一个新的Shading Variant产生 如果右键呢就可以发觉 出现了三个Shading Variants 或者说在Viewport里也可以直接更改Shading Variants 首先我们需要选中它 然后右键可以看到有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 或者是在这个节点上也有相同的选项 在这个Set Variants节点上也有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可以选 如果我们复制一些不同的资产呢 比如说用Duplicate来复制10个相同的资产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之间切换 在Viewport里直接右键然后设置到新的选择新的Variants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强大并且容易去设置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根据我们刚才这种方式 这种将所有Material连入第二个Input的节点的方式呢 我们实际上做了一些无用功 我们将我们的Geometry信息也复制了三遍 而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只需要不同的材质信息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去复制Geometry信息 那么怎么避免它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Add Variants to Existing Primitive Lab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循环一个Loop 我们可以将原本的财质信息连入我们的 原本的资产信息连入到Variant Block End的第一个Input 也连入到这个Begin的Input 那么这里只有一个新的选项叫Perform Layer Break 那么Layer Break是一个功能就会让你允许你只储存修改过的信息 而不是全部储存 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避免重复储存一些冗余的信息 我们直接复制之前的材质信息 并将这些放在Loop中 将这些材质信息放在这个Loop里 并且就像之前一样 把所有的材质信息连接到这个Variant Block End的第二个Input 并且还需要设置一下这里的参数 就和之前一样保持这个Primitive Path和Variant Primitive一致 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得到了和之前一样的效果 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 并且可以切换 那在这里呢我想进行一个对比 左边呢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我们复制了这个 复制了这个Geometry信息 而右边呢是正确的做法 因为可以避免它 如果你在Add Variant Lob上右键有一个菜单叫做Loop Actions 然后选项Inspect Active Layer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查看当前的USD文件 右边我也做同样的操作 那么通过对比这两个USD文件呢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在这边的左边的Variant Block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Original Shading Variants 那么在Geometry的标签下面呢 我们第一次添加了Payload Geometry信息到USD文件 然后第二个Shading Variants这里呢 在Geometry里Payload信息又被添加了一遍 然后Warn Shading Variants也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说总共我们添加了三遍 但是在右边的USD文件里呢 在Variants Block里面 同样是Geometry信息 我们第一次添加了这个Payload信息 但是在后面创建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在使用一句叫做Over Geometry 那么这句呢 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Shading Variants之间 共享相同的Geometry信息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用一个非常沉 非常重的模型的来做这个Variants的时候呢 这种方式就会节省下来大量的资源 那么这就是包括关于Shading Variants 下面我想讲的信息呢 下面我想讲的呢就是Physical Editing 那么这是一个使用起来非常有趣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在Viewport里互动式的工作 首先呢我想用一个Sublayer Lop来浏览硬盘上的USD文件 写读取这个98场景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例子 是我用Physical Editing功能来尝试完成一个 餐后的餐桌的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用Physical Editing功能来完成这些 这种你需要摆放一些物体在一个表面上的这种任务呢 会非常的高效 这里是我98场景的USD文件 已经完成载入了 假设我们想要摆放一些东西 在左下角的这张餐桌上 为了更高效的完成它呢 我们需要单独来处理这张桌子 我们可以在Viewport里选中这张桌子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不能在USD里删除任何东西 所以这里呢我们使用这个Prune Lop来禁用这张餐桌 但是呢反选一下也就是禁用了其余的部分 那么我们成功的保留了这张餐桌 并且呢我还需要导入一些其他的资产 可以用这个Stage Manager Lop来做 Stage Manager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节点 我们可以直接浏览硬盘上的USD文件 在这里呢我随机的挑选一些之前我做好的USD文件 然后从右边拖拽到左边就导入了这个资产 主要是一些酒瓶 还有一些杯子什么的 现在我们有了六个不同的资产 如果我们显示一下呢 可以看到 让我来调整一下这个Viewport的选项 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资产的重合在原点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呢 就是将它们稍微摆放一下 让它们不要再继续重合 那么Stage Manager提供了这个功能 在名字后面可以看到这个手柄的图标 并且呢它还提供了可以设置初始的 variance状态的这么一个功能 在后面的variance图标呢 如果你右键点击它 你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shading variance 好的 那么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调整 下一步呢 我是想稍微组织一下它们 将它们全部放进一个组里面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绿色的加号 如果你点击它呢 就可以添加一个新的组 我将它命名为table items 然后选中其他所有的组 将它拖拽进这个组里 现在看到左边的singraph tree这里呢 我们就有一个组叫做table items 然后在里面呢 包含了不同的资产 下一步呢 我还想修改一下 这个小这些不同资产的kind attribute 用这个configure primitive log 那么我想 首先呢 我想先选中 这个组里的全部资产 在primitives这里选中所有资产 然后将它的kind attribute attribute改为group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资产的类型呢 都是group 那么这其实是我在 我个人在做类似工作时候的一个习惯 并不是必须的 那么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将两个资产整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小资产 这些不同的资产呢 实际上是位于坐标原点 而桌子呢 是位于另外一个位置的 那么我想用这个reference slope 来将两部分整合在一起 就像之前一样 主要资产 作为第一个input 然后切换模式到reference from multi-input 然后呢 小的其他资产 作为第二个input 在primitive path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中之前的dialing table 然后右键有这个copy path 将它复制到这个primitive path这里 但是呢 我不想将所有的物品都放进这个组里边 而是放在它的外边 也就是创建一个新的组 叫做table items 完成之后呢 看到signgraph去这里呢 这个小资产的原点 它就被挪到了这个大资产的原点上 如果我们看到左边的signgraph去这里呢 现在其实只有两个组是处于激活状态的 这个dialing table和这个table items 那么其他部分都被禁用了 这符合我们之前的禁用设定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去编辑它们了 第一件事呢 要做的就是用这个transform lab 将它们挪到这个桌子的上方 然后可以开始使用physical editing了 选中其中一个资产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edit lab 这里有一个选项呢 叫做use physics 当我们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 然后挪动它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在视图里 它可以自动检测其他的碰撞物体了 或者是选中所有的资产一次性去挪动它 这个功能呢 在面对一些很传统的任务 比如说摆放大量物体的时候呢 它会更高效 然后也让这个过程 也让这个结果变得更自然一些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些 我个人的关于这个Solaris的体会和想法 当我在做这个酒吧场景的时候 那么就是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做一个项目 然后它需要准备大量的USD文件 比如说几十个上百个 甚至上千个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难道我们真的去创建这一块节点吗 因为整个这一块都是关于创建资产的 然后他们其中有些可能会有variant设定 而有些没有 那么我在做酒吧场景的时候呢 有67个不同的物体 那么我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去尝试让它变得更程序化一些 自动化一些 尤其是这个导入和创建USD的过程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 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组织这个资产了 比如说每个资产都有一个geometry group和material group 并且每个资产呢都有独立的名字 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些 知道特定的位置去读取材质贴图 或者说储存USD文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些特点呢 来建立一个workflow 让它用自动化的方式来生成这个资产 那么我的方式呢 是通过写一些python的脚本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里呢是一个小的工具来链接这个脚本 如果我们指定其中一个obj文件 比如说这个dinnerplate这个餐盘的obj文件 然后或者说同时呢也指定一个目录去读取材质贴图和 储存USD文件 或者说也可以开启自动创建这个variants的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再次切换到stage 下面这部分呢就是新生成的节点 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个资产就是按照我之前所设想的方式来建立的 那么它包含一个组名 然后在里面呢有geometry和materials 然后materials里面有不同的材质信息 在材质部分呢 它实际上会去检测多少种不同的 你有多少种不同的贴图 比如说你有五种不同的颜色贴图 那么可能说你就会有五种不同的variants 或者说它还会自动连接一些你准备好的材质贴图 并且呢它也会自己去创建这个variants 那么我知道我这种方式可能应用面是非常狭窄的 因为我有很多预设在里面 比如说哪里去读取材质贴图啊 怎么去组织这个资产等等 但是我想呢 这个它的意义呢 就是在于想办法去让这个过程变得更自然更高效 也更友好一些 不需要重复创建大量的节点 那么我的方法就全当是抛砖引玉吧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我想提及的呢 就是如果你去访问这个sidefacts的官网 然后在这个content library这个标签下面呢 实际上提供了这个bar scene所需要的所有的文件 如果你去下载它呢 你就会得到所有的usd的资产 包括两个不同的工程文件 第一个工程文件呢 是关于怎么去准备资产 怎么导入的 第二个是关于怎么layout这些资产 并且还有一些灯光的设置 并且呢 还有一些更多的事情 你可以用这个bar scene的这个文件去完成 比如说去instancing 或者说从lob到sob 再回到soblob的这种工作流程 或者说随机化的材质 灯光设定 可以用karma或者说其他第三方的渲染器 去渲染这个场景等等 那么希望这部教程呢 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